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原创陈毅 陈玉琪被曝领衔 刘亦飞惊喜加盟藏珠进入开拍倒计时 今年 陈毅的英雄志已经板上钉钉 网传近几天英雄志就会开机了 该剧集齐了李依童 陈毅 郑叶成 肖顺瑶 王千元等一大批实力派演员 让很多观众备受期待 而陈毅的下部戏藏珠也正在洽谈中 像陈毅这样颜值 演技双再现的顶流小生 自然不缺好剧本 无论是英雄志还是藏珠 都是很有看点的作品 陈毅 陈玉琪被曝领衔 刘亦菲惊喜加盟藏珠进入开拍倒计时 藏珠是一部融合了重生 穿越 爱情 朝堂等元素的古装全谋剧 肯定会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 该剧主要讲述的是徐家三小姐徐寅意外穿越到另一个平行时空 与男主燕玲携手摧毁阴谋 最终拼尽全力改写自己和姐姐命运的故事 网传该剧的男主已定陈毅 陈毅自出道以来就演技精湛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比如朱仙清云志琉璃长安诺与君哥陈香如谢等等 这次 陈毅以男主的身份加盟藏珠肯定会大大提升该剧的质感 与此同时 该剧男主燕玲的人设也很适合陈毅 在剧中 燕玲是一个颜值出众 武艺高强 风度翩翩 双伤在线 自带喜感的少年 不得不说 燕玲这个角色 对陈毅来说 简直就是量身定作 再加上陈毅以往的古装形象都很惊艳 这次加盟藏珠 肯定会带给观众愉悦的视觉享受 最令人惊喜的是 这次陈毅在藏珠中的古装角色 终于摆脱了美墙惨 而该剧的女主徐尹 网传正在接触陈毅琪 陈毅琪是近几年娱乐圈炙手可热的小花 因气质神似唐烟 被网友称为小唐烟 与此同时 她在表演上也很有灵气 给观众塑造了很多有趣的角色形象 比如锦绣未央中的拓拔迪香蜜 沉沉浸如霜中的刘英 以天图龙记中的赵敏 超时空浪漫史中的金阿吟等等 这次 陈毅琪以女主的身份加盟藏珠 肯定会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 再加上该剧女主的盛世美颜刁蛮人设 肯定会陈毅琪圈粉无数 再加上陈毅琪和陈毅又是首次合作 肯定会带给观众全新的CP体验 藏珠除了有陈毅 陈毅琪这两位人气演员外 网传该剧还邀请到了刘亦菲 如此强大的演员阵容 肯定会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 虽然刘亦菲在该剧中担任女二徐思 但是徐思的人设 非常具有挑战性 肯定会让很多观众沉浸其中 在剧中 徐思是女主的姐姐 她虽命运多舛 却英姿萨爽 为了守护自己的清白和家国 最终与夫君双双殉国 不过 在第二世 徐思的人设和剧情 将会发生反转 刘亦菲出道多年 一直坚持用作品说话 对于番位之争 从来都是顺其自然 网传刘亦菲之所以会 选择藏珠 一方面是很喜欢徐思这个人物 另一方面是觉得诚意戏不错 想要合作 网传藏珠正处于筹备阶段 相信很快就会开机了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网传刘亦菲出道 网传刘亦菲出道